曾鑫權說了不做 我用彈扔他 扔了這麼多次 他就說我們不切實際 沒有共識 說來說去就是這樣 那位秘書長說的也沒有意思 他就冤枉我們,共識就有了 不切不切實際呢? 講完給你聽,其實用多少錢 現在曾鑫權死都不做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 是不是 有沒有共識當然知道 他見什麼人 每晚都見那些富豪 當然有共識 那些富豪當然叫他不要做 那梁振英又怎樣呢? 梁振英就說了 他帶了一支筆,一張椅子和一本寶 周圍聽人意見 喂,隔壁的,我大聲點說 我都聽到 在隔壁描緊話 自己身無事 我想很簡單,梁振英想怎樣呢? 其實他講了 他在競選中越講越縮 他說不如這樣吧 雙倍生果金 又沒有港,又沒有資產審查 是不是? 他的本政綱越來越縮 他已經很細心研究 因為我準備寫一本書 罵他 他已經縮到這樣 他做不做呢? 我覺得大家實際一點 我真的要追擊梁振英才知道 你走到哪裏 就問他 你給不給? 一句到尾 因為他現在正在做什麼呢? 他用一個羅範招勳來 用一個舊電池來 用一個舊電池來做個玩具車走 我現在走不了了 他為了自己的官制 都搞得一頭星斗 是不是? 為了家委去做政治酬勇 又什麼? 五司十八局啊 那麼多人來做什麼呢? 是不是? 其實很簡單 他做一件好事就行了 做一件好事我就見他 他現在立即答應大家就行了 他說我有共識 我早就已經聽到這個問題 我在政綱那裏 我越搞越縮是不對的 現在我宣佈 雙倍派生果金是不行的 因為這個東西是很難持續發展的 我現在采立民間的意見 每人派三千 還要給多五百億 因為自己新潮上任 做多兩百億或七百億一定不倒 三根支柱就十根支柱 我梁振英拿人頭出來 如果不做這件事 我會死 我會落地獄 那就可以了 很簡單 喂 一枝筆 一張椅子 一本寶 坐來坐去 屁股坐不穩 我問大家 他競選的時候說過這個問題 他真的做 我一定支持他 我第一個支持他 他做這件事 我立刻支持他 他會不會做 馬哥 是不是 現在還在為了 整個位置安排一些人 這樣去執政 人家不是的 一枝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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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貧窮 這樣才行 各位 新的特首已經來了 大家 一定要 頻頻地向他示威 就是說 你說清楚 我們不要羅范昭分 我們要全民退保 就可以了 聽說得多就有了 不是開玩笑的 聖經也有的 圍著城 走七七湯 七七四十九湯 各位 記住 梁振英已經來了 浪內了 我們告訴他 我們擁護你 整全民退休保障 好 謝謝 接著是 我們要全民退休保障 好靜些 靜些 靜些 二位明